大家好,我叫李世佳,我今年14岁了,然后我来自四川,平衡木最好,然后就高地跟自助操还差一点,跳马也还可以。 这是2017年李世佳刚进国家队时的采访。 这个梅清木秀有些慢性子的小姑娘,当时在一群小花当中成绩并不起眼。 因为做骨和跨骨长期有伤,又经历了脚掌和手肘等小伤病,加上体操基础也不算太扎实。 他遗憾错过了17年最重要的全运会,18年的表现也并不亮眼。 当时是做骨,就是一直都在疼,然后后面的话有可能就是跨,跨不太行,然后就一直都在缓,都在调, 就没怎么系统训练过。 我们这个小组的教练特别是虚导像当母亲一样的,住在一套房子里面,天天地关回位置。 但是这个孩子呢,他有一股那种四川辣妹子那种劲,特别是说什么不行, 他说我就想努力争取往上拱。 乍眼一看他天赋不高,就是说当身因为确实很刻苦,每天八点钟进馆, 一点钟出馆,下午两点半又来,晚上基本上到八点钟出馆, 都跟李世家有关系,因为本身就是他比较柔弱嘛,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主导思想就先把能力练上去, 能力练上去以后体操动作学得才快, 所以呢就是我们尝到了甜头,可以说是在他身上,特别在他身上。 2019年,李世家成为王群策和徐经蕾两位教练的队员, 教练们耐心地对他进行打磨,小姑娘自己也非常上进, 加上商定的好转,这一年李世家进步飞速, 首次登上了世锦赛的舞台,最终闯入全能决赛第一组, 还赢得了平衡用的铜牌。 2019年显得有点嫩, 去第一次比大赛, 然后就自己心里面肯定还是很激动,很兴奋的, 然后呢,但是当时有可能自己也没有想的太多, 然后就想的是自己能比成什么样,就是什么样。 2020年,李世家的旧伤有所反复, 全景赛只参加了高低杠一项, 但小姑娘没有气馁,积极恢复, 终于在今年全景赛上迎来了状态的回徽, 拿到了平衡木金牌和个人全能的季军。 今年的话,有可能刚恢复, 然后呢,自己体能上啊, 还有一些方面有可能还没有到达最好的时候, 有可能还没有像19年, 就是状态那么好, 但是呢,感觉这次比赛就是自己的经验, 还有那种在赛场上的那种感觉, 就是跟19年比起来, 就是会稍微的成熟一点。 今年的全景赛对于李世家来说, 还有个特别的意义, 成都是他的家乡, 这不仅是他进入成年组之后, 第一次真正在家门口比赛, 也是他的爸妈首次来到现场观看他的较量, 两个人的心情都是既兴奋又紧张。 李世家大约五岁的时候, 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, 被成都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效的体操教练相中, 从此这个喜欢跳舞的小姑娘, 开始了自己的体操生涯。 从三岁上幼儿的时候就开始跳舞, 反正一直跳舞, 那次就叫他有他比赛就去跳比赛, 然后住了时他就是体效的人, 他说这个女儿还可以啊, 他说他就把他砍去了。 之前我们根本对体操也不没得了解, 说实话这个事。 后多他问我们就不去点洗草粉, 那我们家伙儿的小时候身体也很差, 很瘦了, 我们想到点体操就点, 反正相当于断练就这样子的, 训练的时候觉得他的那个对体操的这种感觉特别的好, 然后体操有个术语叫内吸镜, 他的跳步的内吸镜特别的好, 柔忍也特别的软, 然后脚尖膝盖漂亮, 所以他的那个强项就觉得他应该是在平和木上, 你家伙儿小时候是一个怎么说呢, 就是挺乖巧的, 训练也特别认真,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他练力量的时候, 因为他身体比较弱嘛, 他的身体素质和力量特别差, 每次他只要练力量的时候, 他就会爱哭, 因为太累了, 但是他每次练柔忍啊, 还有身体姿态这些的时候, 他就特别的喜欢, 因为他比常人的小朋友, 因为天生的天赋比较好, 所以说他每次练这个的时候他就很好。 虽然从小体弱多病, 体操天赋也并不算很高, 但李世佳拥有超越同龄人的毅力和勇气。 2019年世锦赛的全能决赛之后, 刚满16岁的李世佳因为比赛经验欠缺, 没能发挥出最好水平, 在场边哭鼻子的画面相信很多人还记得, 而现在已经要18岁的他, 多了一份成熟和沉稳。 因为现在训练的话, 有可能自己想要了, 就会更愿意地去那个, 然后呢, 就是体操也算是我的一份工作, 我也有责任要把它去做好。 上个月的全景赛, 虽然李世佳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, 但还是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勤奋和努力。 跳马恢复刘尔琴科720, 高地杠升级林立转体加林杰转体加区体叶格尔的新连接。 自由操加入团炫, 更在强项平和幕上赢得了自己的首个全国冠军。 带着重回赛场的状态和信心, 面对接下来的奥运备战, 他也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。 稳定性成功率, 就自己的质量还得就是再更高一点, 就是把动作做得是那种完美, 没有扣分点。 然后呢, 还有训练的时候, 就是训练的那种计划, 就要更接近于实战去出发了。 就这样子比赛的时候, 有可能就是就会觉得更简单, 因为有可能平常训练的时候, 你就适宜比赛的那种状态去练, 有可能比赛了, 你就不会觉得有那么的困难了。 李世佳这个名字, 寄托着父母对他的美好期许, 诗是希望他诗情画意, 多才多艺, 佳则代表着才子佳人, 善良美丽。 如今的李世佳不负期望, 美貌和才华并存, 更重要的是, 在伤病困扰和状态低迷的时候, 他从未轻言放弃。 他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大大的能量, 而这种信念, 一定会伴随他勇敢追逐自己的奥运梦想。 教练对我的鼓励啊, 帮助啊, 也是很大的, 然后自己有可能慢慢慢慢, 就是也稍微的相信自己是可以的了, 然后呢, 就状态有可能就慢慢起来了, 那先挤进团体吧, 因为我是全能嘛, 所以, 嗯, 要挤进团体了以后, 然后呢, 就是希望自己评误, 能进决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